第155章 这个人叫李山 整个北梁都知道 本道首府城外 驻扎着一群后娘养的精锐青旗 多是富家子弟 偶有江种子孙 父辈们官职也都不高 人数始终保持在800人左右 因为群龙无首 加上有规矩牵制 这只旗军极少有露面的机会 只有去年才从将近20标中 各自抽调五人 凑足了100旗 算是走了趟江湖 然后抬回十几条战死袍泽的尸体 再就是从一个叫 灰山古牛大港的地方 搬回许多箱子的武林秘籍 外界也没怎么留心 这么多年 世子殿下做过的荒唐事还少吗 才800旗能做什么 旗族王冲 曾经私下就问过 袁猛校尉这个问题 袁猛告诉他 楚戮山楚将军带兵开属时 也就两三千人 一样揍得空有连绵天险可居的西蜀魂飞魄散 旗族王冲的好兄弟林衡 就死在了湘繁城鲁尾荡之战 给天下第十一的王明寅 一起插透了身体 在乘船过鬼门关的时候 一起执夜 看到那人坐在船头驱指弹刀 林衡还说了 那人不是花架子 练刀很有火候了 王冲武艺虽说不如踪嚷着以后刀法要比顾剑堂还要生猛的林衡 但当时还是没信 后来襄樊城外 被武林中屈之可数的高手王明寅拦到阻杀 亲眼见过了那人的拔刀 王冲终于深信不疑 可林衡却死了 但王冲不记恨那人 因为那一天 他们寥寥九十旗 对阵靖安王的千旗 两军对峙 那人一马当先 轻轻一枪 就捅死了青州军的一员猛将 那人下令收刀以后 也没有如何言语去安定军心 只是亲自帮王冲包扎了伤口 王冲不是愣头青 之所以进入凤子营 那是当过冲度校尉的爹说过 总有问心无愧正战功的那一天 王冲自然也不觉得自己是去送命的 咱的命就不是命了 凭啥给你卖命 老子的爹也不差啊 从北梁军边境下来以后 好歹也算是一郡的兵头子 只是那一趟江湖走下来 不说他王冲 连王冲林这种兵体游子 回到北梁镖内以后都变了个样 凤子营有谁 若是说那人的不是 王冲林也不废话 去校武场来一场棋战 连赢了三场 第四场寄击给人拿木毛戳下马 让人高坐马背上拿毛尖抵住胸口 问他扶不扶 不等王冲林破开口 一起行走江湖的另外一标 红书文就翻身提毛上马 又将那人捅翻落马 反过来问他扶不扶 红书文在凤子营 是数一数二的狠子 马站不站 都是出类拔萃的一流 连袁校尉都说 这小子是知不觉的狗 真摇起人来 最不知道轻重 很快凤子营就没人再去说 从未踏足军营一步的那个年轻人坏话 倒不是不想说 实在是不敢说了 他骂的红书文 跟几个人私底下挑发的一双手都数不过的 袁校尉从来都是嘴上说责罚 事后屁都没一个 似乎还有人看见袁校尉开了小灶 传授红书文几个计辑枪枪术 大伙算是整明白了 原来袁校尉也倒戈倒向那家伙了 何况那之后 北梁军赫赫有名的大几宁 峨眉时不时就逛当凤子营驻地 专找王冲王东霖这批骑兵 期间还收了两个不记名的徒弟 虽说没有正儿八经人师徒关系 但也差不多了 青囊相授短己制法 闲事还掏钱 请这帮上无军功的无名小卒去喝酒 很是让别人眼馋羡慕 谁让那宁峨眉可不是寻常角色 堂堂北梁四崖之一 跟点雄处这等统帅六千铁浮屠 惊奇的一流十全将军 都是能够平起平坐的 凤子营八百人 虽说目前人心涣散 但谁都对得起腰间那柄北梁刀 论丹人丹琪的战力 绝对不输给北梁任何一支敬虑 尤其是像红狠子这类斗殴 跟吃饭一样的王八蛋 本来早就该去当精锐游奴手了 八百青旗摒弃宁神 安静等待那人的到来 他们只知道要进行一场长途奔袭 杀水不知 敌人兵马多少不知 战后生死不知 徐霄坐入马车 马夫是那枪先王秀的师弟 韩劳山 陈希亮和小女娃 很不见外地跟着进入车厢 徐北纸被留下进入梁州府城 跟随前往那座王府 他骑马而行 身边有几位气息绵长如江河的年迈护从 马车突然停下 徐北纸突然见到北梁王掀起帘子 朝他招了招手 徐北纸坐入马车 谈不上战战兢兢 却仍是百感交集 眼前这位驼背老人 跟黄三甲一起毁去了春秋大义 更被说成是硬生生折断了百万儒生的脊梁 徐北纸实在无法想象人途是一个与范夫走足谈笑风生的老人 徐潇双手插袖靠着车臂 对这个故人之孙说道 徐怀南的死 你不要记仇 当然 真要记的话 也是记我的仇 徐北纸屈膝跪地 低头道 徐北纸不敢 徐潇笑了笑 不敢 徐北纸背后青山顿时湿透 一阵汗流加倍 语气却没有任何变化 始终低廉视线 缓缓沉生道 徐北纸既然到了北梁 便一心为北梁行事 但若要说让我全无戒地 徐北纸并非是圣人 因此绝无可能 徐潇点头道 这话实在 很好 徐北纸默不作声 徐潇轻声道 坐着说话 真说起来 咱们还是远房亲戚 以后喊我徐伯伯就可以了 徐北纸盘膝正惊微作 徐潇问道 这次皇子赵凯远赴西域 不出意料 八百凤子营会间隔与流沙河之间 在南北江之间的咽喉之地 跟他打照面 赵凯身边 除了一名实力不俗的密教法王 还有两百精锐雨林骑兵 十六名御前金刀护卫 至于暗中势力如何 以北梁的眼线密探 也没有挖出多少 你说这场截杀值不值当 就算成功了 利弊如何 徐北纸平静反问道 敢问大将军在建阁 有多少策反将士 徐潇皱了皱眉头 轻声道 策反 老人然后笑道 就按你的说法好了 建阁自古是边关一等一的重镇 其重要性在整个黎阳王朝 可以排在前十 守军总计有一万六千 不齐各半 八千不足 大多是顾建堂旧部 也掺杂有烟斥王的部署 至于骑兵 此时三千骑 正好在建阁以西地带 绞杀一股有匪 徐北纸继续问道 其余五千旗能有多少 可以紧急出关 徐潇说道 一半多些 一样是三千兵嘛 但前提是有 顾建堂的兵部尚书虎符 用八百里 加计传递至建阁 不凑巧 通往建阁的那一线一路上 我有一些老下属 年纪大了 可能会让军情传递的不快 徐北纸摇头道 我敢断言 有所动作的 不会是这三千兵嘛 而是其余两千起 因为就算顾建堂肯下达 这份调兵令 京城那边皇宫里 也会有某位女子阻拦 徐潇皐眉道 哦 谁有这份破例 徐北纸淡然道 赵家天子 更准确说来 是一心想要扶衬赵凯 当上皇帝的寒雕寺 这位看似在大内 逐渐失事的全患 极有可能会亲自出京 而且寒雕寺这么做 就意味着 他要真正从皇宫里 走下坡路 毕竟一个宦官明面上 参与夺敌之争 是皇家大忌 何况当今天子 可不是昏庸之君 在尚未坐上龙椅前 跟一个贴身宦官 结交下的再大交情 也经不起如此挥霍 哪怕赵家天子心底 却有想法让赵凯继位 寒雕寺也必然要让出位置 徐霄点了点头 这个说法说得通 一直抱着小丫头的陈亮熙 低头妄想相依为命的他 会心一笑 他不知道陈哥哥在笑什么 只是习惯性对他展颜一笑 徐北纸有种感叹道 就算世子铁了心要杀进赵凯 和两百余邻军 恐怕也是一场后手 不断地互相螳螂捕蝉 徐霄突然朗声大笑 指了指陈希亮 然后对徐北纸说道 你们两个大致上英雄所见略同 不过还是有些小区别 徐北纸没有看向陈希亮 陈希亮也没有抬头瞧徐北纸 一位是北院大王徐淮南 寄予厚望的孙子 一位是原本连豹国寺屈水流伤 都没资格入席的韩室 一如豪华女子 即便众人之姿 自有大家气度 徐从细处小心雕琢 驱除富傲 方能慢慢见天香国色 渐如佳境 一如贫家美人 虽极严厉动人 终究缺乏了天然的富贵态 徐从大处给予气韵 开阔格局 才可远转如意 媚而不邀 听朝歌中隐晦顶楼的 一张书案案头 百有一张宣纸 一位国事临死之前 写有徐北纸 陈希亮二人的聊聊评语 徐霄轻声说道 你们遇见凤年 比遇见我的那几位读书人 都要幸运得多 徐霄轻轻笑道 以后北梁就要辛苦你们了 创业守城都难 万一真要有守城之人 去打拼新的江山 就更难了 陈希二人同时恶然而悚然 徐霄眼神中流露出一抹 罕见的落寞 入城以后 你们先替凤年去坟上 给一人敬酒 他生前对你们二人都十分看重 别让他失望 这个人叫李一山 一对骑士 在不属于异路上的偏僻小径上 轰然而至 袁猛默然瞪大眼睛 视线瞬间炙热起来 这名常年被同僚嘲笑的武将 此时甚至连握枪的手都在颤抖 为首一骑士极为风流的公子哥 只是那张本该玩世不攻才对的 英俊脸庞上 有着八百百马一丛 都感到陌生的肃穆英气 左手腰间配有一柄短刀 右边有一柄长剑 第二骑是那黑衣赤足的人 图刺子 如今北莽黎阳 谁人不知龙象君 谁人不知万人敌徐龙象 第三骑是那被称为 黎阳王朝军中 战力可排前三甲的白雄元左宗 这名西楚飞子坟一战天下之的无双猛将 仅仅带有一柄北梁刀 便已足够 第四骑是一名手提长枪的青衣女子 第五骑是一位手臂藏入猪袍大袖 头罩红金的女子 看不清容颜 但诡气森森 气势竟是半点都不输给袁左宗 五骑依次与凤子营擦身而过 袁猛率先调转马头 其余轻其漠然 紧随其后